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解读新闻Hotspot频道 感谢各位的到来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中国的房地产宏观调控之下 广州的房价 广州是广东的行贿 广东很早就是对外开放城市 即使是闭关锁国的大清王朝 依然开放广州13行对外贸易 所以广州从来都没有被关闭过 广州的开放思想也比较浓厚 当然广州的经济实力雄厚 广州更是一座发达的城市 曾经炒房客是最喜欢在广州买房的 而且他们也赚了不少钱 但是现在广州的房价已经四连跌 4万炒房客被套牢在广州楼市里 现在广州楼市的风向已经明显的转变 过去那些还在死撑的 广州二手房房东 现在也开始撑不住了 广州楼市之中的降价二手房数量 正在逐渐增加 2021年广州楼市8月第二周数据出炉 其中广州楼市二手房挂牌价 从34701元变为34687元 本周下跌14元持续下跌 广州楼市近三周再说 二手房数量为80726套 81892套 82336套 持续上涨 广州房价暴跌150万元 别墅打五折也卖不掉 曾经的热门别墅成了杀猪盘 投资升值是最大的骗局 高房价之下 人人都是受害者 有房子的人还要每天吃泡面 成为新时代的穷人 广州二手房市场局部出现回调 甚至有房源降价150万元 天河区珠江新城 叶秀区东风东板块的二手房 勾套房源挂牌价开始陆续下调 其中在广州上一轮涨价周期中领长 位于珠江新城中区的保利新宇花园 目前在售20余套房源 有五套挂牌价 从三月底陆续下调 最高降价达120万元 降幅超过6% 同样位于珠江新城的高档住宅 方圆月岛 目前在售9套房源 有三套挂牌价 从三月份陆续下调 最高降价达150万元 降幅接近4% 目前在售房源仅6套的 驾驭公馆 有两套挂牌价 从4月份陆续下调 最高降价达120万元 降幅超过5% 最近广州周边有两个别墅盘 还出现法拍房流拍的情况 一栋是位于 清远市美陵湖社区的 318平米大别墅 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 这栋别墅值420万元 但是 由于是法拍房 评估机构给出的评估价格是 303万 评估价比市场价打了7折 第一次拍卖的起拍价为212万元 相比市场价打了5折 尴尬的一幕出现了 流拍了 打5折都卖不出去 为了能够顺利拍卖 拍卖方不得不调低价格 将第二次拍卖的价格降低到了170万 降市场价打了4折 其实 郊区度假别墅盘流拍 并非个案 无不优偶 广州从华区的一套温泉别墅 达5折同样无人问津 位于广州市从华区温泉镇的 复利全天下 一栋别墅264平米的建筑面积 共有六房二厅二位 处于毛沛状态 一直无人居住 有价无市是度假别墅最大的尴尬 投资升值是最大的骗局 经济好的时候 大家都不缺钱 经济稍微不好的时候 很多高杠杆的人就绷不住了 当现金流紧缺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手上一套没有流动性的房产 是多么要命 不适合长期居住 割肉还不一定能卖出去的度假别墅盘 不是杀猪盘是什么 在广东最出名的海景盘 就是惠州惠东的海景房 事实上 这又是一个大骗局 中国永远不缺海景房 缺的是地段好的优质海景房 地段好的海景房 比如深圳前海的海景房 确实是卖一套 少一套 但像惠州的海景房 不存在稀缺的问题 就算惠州全部海景房卖完了 还有珠海 就算珠海的卖完了 还有扬江 2012年 某开发商在惠州的海景楼盘 一起开盘均价 每平米5500元左右 开盘当天热销了4000套 揽金30亿 创造了业内契机 开发商尝到甜头之后 其他几个大开发商都冲了进去 一起参与开发杀猪 开发商也不断推出 二期三期等新产品 每一期的价格都比之前贵 现在新开的盘 价格都去到每平米 一万两千元以上 如果光看这个价格 一起以5500百元单价买房的业主 看起来都翻倍了 肯定是赚钱了 但那里同样有价无事 几大开发商 还有几千套新房 卖不出去 业主手里的二手房 就更难变现了 在贝壳二手房交易平台里 那些2011年 5500元买的房子 现在挂牌价格都在8000元左右 这只是挂牌价 实际的成交价 肯定比挂牌价要更低 10年的时间 交格从5500百元 涨到挂牌价8000元 相比于购买北上广 老生市区来说 简直就是邪亏 升值部分 还不够海银行利息 全给银行打工了 让那些海警房业主尴尬的是 砸在手里的二手海警房 根本卖不出去 在贝壳的二手交易平台上 这那个2011年开盘的楼盘 放盘量居然高达2297套 这意味着当初在2011年 购买了该楼盘的业主 集体后悔全部被套 他们现在想止损出局 却卖不出去 这对一些刚需客来说 打击简直是毁灭性的 不仅仅是房价没有涨那么简单 他们一次性透空了积蓄 背上了房贷 更加没有钱 在核心区域购买房产 好不容易凑够了 是买房的三成首付 但还背着惠州的一笔房贷 现在的现代政策出来 有贷款的必须支付 七成首付 即使他们把惠州的贷款还清 那也还要支付五成的首付 他们的购房门槛 比首次置业提高了 如果 十年前 他们咬牙买了核心区 现在已经是个中产 买了度假海景房的刚需客 依然等于无产 买与美满 可能差了一个阶层 买这种海景度假盘 就是付款一时爽 割肉两行类 刚需买错房 后面就步步都错了 虽然楼市有所降温 但是 动辄数百万的房子 还是令普通员工 望尘募集 广州 2021年 平均工资为 4811元 普通人 不吃不喝一辈子 才能买上一套房 高房价之下 人人都是受害者 有房子的人 还要每天吃泡面 成为新时代的穷人 房子对于中国人来说 是很重要的 不管成家立业 还是小孩上学 总是要买套房子 给人的感觉就是 有房子 才有面子 才有家 但是 这些年 房价一直在上涨 买房是越来越难了 从2015年开始 房价就好像坐上火箭一样 很多城市都翻倍上涨 特别是一线城市 或者二线城市 更是领涨的先锋 本来就已经价格不飞的房子 在最近几年的上涨中 更是涨到了 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比如一线城市 一套100平米的房子 均价在500万 首付就要150万 这是大部分家庭 都拿不出来的 而贷款之后 每个月还款 都在万元以上 哪怕是二线城市 也在200万以上了 很多人咬牙上车之后 扣除房贷 剩下的钱 已经所剩无几 每天穷到 连20元的快餐都吃不起 只能吃泡面 在2016年和2017年 这两年的房价 处于顶峰 在此之后 很多城市房价就开始下跌 比如上燕郊 在这几年 房价要涨大跌 40%左右 廊房的房价也大跌 跌幅超过30% 还有那些四五线的城市 跌幅就更大了 在2016年和2017年 上车买房的人并不少 这些买了一二线城市房子的人 被称为新穷人 也不是真的穷 因为他们拥有几百万的房产 如果卖掉房产 肯定是有钱人 只是要租房住 说他们有钱吧 生活又极其节俭 甚至是抠门 在买了房子之后 因为要还房贷 只能依靠泡面冲击 在心态上 这些所谓的新穷人 也不敢辞职 不敢轻易地换工作 害怕失业 害怕生病 面对老板的为难 或者不公平行为 常常也是忍气吞声 默默接受 就算工作不如意 也不会辞职 因为工资 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 因为他们需要工资来偿还房贷 像某位生活在上海的业主 在2017年自己买了一套 位于市区价值五百万的房子 首付款 是和父母一起筹集的 自己一年的工资 在八万元左右 有也就是月薪是六千五百元 在偿还完房贷之后 自己是只能维持基本生活费用 连车都不敢开 在手头紧张的时候 也只能吃泡面维持生活 不得不说 在高房价下 是一种非常扭曲的现象 也可以说 在高房价下 人人都是受害者 很多人因为房子 家庭弄得支离破碎 买房还是有量力而行 如果能够清醒地看到 自己能否买房这个问题 而不是疯狂地借钱后 贷款买房 生活也不用这么辛苦 在房价上涨的十几年里 如果不是炒房客的话 房价也涨不到这么高 因为房价一直在涨 具有赚钱效应 大家才会打了鸡血 咬牙拼命地去买房 这也无形中推高了房价 而那些在高位买房的人 也被套牢了一生 不但房子贬值 自己也只能泡面度日 房价之高 让许多家庭的买房梦 遥不可及 要知道 现在中国的普遍薪资 还不算太高 尤其在高房价面前 更是有些不够看 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 截至2021年一季度 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中位数为11,090元 但是这份人均可支配收入 甚至连一平方米都难以购买 所以像银行贷款 成为了大多数工薪家庭 买房的唯一途径 那么现在 中国有多少人背负房贷 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大约有4亿人背负房贷 而这4亿人 越占了总人口的30债 为了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许多人不惜掏空全家积蓄 甚至还要还长达30年的房贷 根据央行发布的 房地产贷款余额数据显示 在2020-2021年一季度 全国房地产贷款余额为 50.03万亿元 同比增长了10.9% 其中个人贷款余额为 35.67万亿元 金融专家表示 目前的居民杠杆率高达72% 从2020年开始 中国家庭的负债率 已经进一步攀升 国际货币基金组支撑 当住户部门杠杆率超过65% 极有可能会影响到经济稳定 在全球经济 尚未完全恢复到 疫情前的水平下 家庭恢复 这大量贷款不仅会削弱 手中的流动现金 更是制约了消费需求 那么现在中国的居民消费率 有多少呢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 当前中国的消费率 只有39% 甚至连印度都比不上 要知道印度2020年 GDP为2.62万亿美元 而中国GDP却有14.73万亿美元 但是印度的居民消费率 差不多是中国的一倍 因为老百姓手中的多数现金 都用于还贷 再加上现在通货膨胀 带来的物价上涨 导致居民消费率不增反减 曹德汪说过 即使中国人口多达14亿人 可是拥有消费能力的群体 不超过两亿人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为了买房而省吃俭用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观看 喜欢的朋友们 拜托点击下方订阅我的频道 不要忘了朋友的小铃铛哦 这样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